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 时时充满各种挑战 但台湾有许多的幕后英雄 努力地让大街小巷的日常活出精彩 也因为他们持续地创造与爱 才能串联全台22县市368乡镇 普出属于台湾的感动 天乡长辈也能方便救医 独居在家也能顾到安全 更能放心出门散步 这是民众想要照顾家人的爱 不怕恶劣天气的影响 细心地呵护与用心照料 是能为职人们细心的爱 即使住在偏乡 需要紧急援助时 物资能快速送达 就算住在城市 外出能享有便利安全的交通管理 这是职人们守护的爱 把居住的环境变舒适 生活环境有保障 才能带给更多人幸福 这是职人们给予市民的爱 科技是传递爱的媒介 那些附着在科技里的感情 是很多想说却没能说出口的爱 透过科技可以跨越千里 每一次用心的传递 让民众能深深地感受到 来自家人的爱 族人的爱 以及智慧城市的爱 真的今天来到你们的 我们的国家 是个陈江湘民华 就是大家多感受到 智慧城市的爱了 那接下来呢 就来欢迎迎我们 也是很有爱的 为数位发展的讨论部长 上海 来跟我们说情话 给我们的金部长 谢谢大家 這個經驗裡面我覺得用智慧來連結上一項 Inclusion 就是戶籍各方面的服務 像是陳葉鼠從工業局到之前的 郁教官署長 接下這支計劃之後 我覺得我們就是在既有的 就是服務落地催淀的方向上面 跨境服務的方向上面 特別加上讓我們變相 就是數位平權的這個概念 那今天當然要高興 就是亞系武區的這一邊 也跟我們這個聯合策略講 對剛剛在影片裡面看到 包含城市治理 健康公衛 智慧農業 教育生活 武區的各種智慧應用 都有各式各樣的職人們 在這邊我們分享不同的工作 例如說VR的整個小房 就在農擬物聯網相關的教育 零法的認知的運動訓練 貨運的初衛票證 AR 光碼等等 各行各業 只要想得到 其實都有我們這一些 初衛通傳相關的創新應用 可以幫助大家 這個服務 就算人不在自己身邊 也可以服務這個心意 愛情 是可以抵送到對方的身邊 那當然在過去兩年 這個也是真的是一個即時運動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很多的服務 本來是就是面對面 或者因為必須要變成 使用線上來遞送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成功帶動 20番業者淬煉時期的跨縣市 的社會服務的解決方案 而且也促成這些方案裡面 我們有23個輸出到 是一個共同時遭遇到疫情 或者能遭遇到疫情 的國家也解決他們的問題 這個成果非常的亮眼 那今天我們現場展示的 就是從這裡面挑一些 大家看的資料會比較有 包含剛剛影片裡面 其實有拍到的 就是無人機進行天鄉互流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了不起 那當然還有用地詞感應 來配合app 來讓這個民眾來搜尋停車位 這個也是非常有趣 那當然還有在台南的 登革熱防治平台等等 這些都是非常棒的應用 那今年耐入於4年 我們有一個創業 微物理的新創輔導的 這樣子競賽活動 也是用科技來導入場域 所以也促成了12組的團隊創業 所以其實它創業的題目 其實是照顧它的底下 就像國發和地方創生的計畫一樣 是從在地的智慧農業 觀光運輸 或是農業特產銷售等等 這些地方創生的題目 但是這些題目 它只要運動到數位的技術 它就同時是地方創生的題目 也是跨境的題目 那所以呢 我想我們跟國會 跟國發會 在這邊都是相同的願景 我們希望透過前瞻的創生 透過我們這個民主的包容 那還有就是我們的 任性的永續 去確保說在我們每一個偏向 研發出來這些真正解決 在地的問題的這些解決方案 也可以照顧到全世界的偏向 把全世界連結在一起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墨測開玩天高 所以呢 我們的智慧神像 不只要幫助改善 不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